他沒有特效藥 即興唯一的危險就是門爆性肝 台灣每年大約一萬三千人死於肝病 照音主要來自B肝和C肝 但被大家忽略的A型肝炎 卻可能成為這沉默器官的隱形殺手 而且全台有近四成的人 沒有抗體 衛生局人員快步走入賣場冷凍櫃內 對著從海外送抵台灣的綜合莓果 仔細翻查 好是多冷凍櫃果被檢出A肝病毒 不少人開始思考到底該不該打疫苗 確實 台灣就在1980年 出現了A肝的抗體斷層 因為我們早期環境衛生 污水的這些處理上面 其實老實講那個部分 沒有辦法達到前面的A肝 像A肝病毒的這樣的一個清除 在當年所謂太狗吃太狗大的年代 小孩隨便吃都會染上A肝 導致現在40歲以上民眾 9成以上都感染過 而且終生免疫 不過1980年後環境衛生改善 加上政府對公塊母持觀念的倡導 2010年的調查 民眾感染過的比例已經降到2.7% 但也造成40歲以下 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300萬米青壯年世代 暴露在A肝的風險當中 大人很多都會有防擋 都會有防擋 有的人覺得沒什麼症狀 但是家人發現說你眼睛怎麼變黃 然後來檢查才知道他是A肝 去年的8月1號 那今年的部分也一樣會在8月的部分 正因為員工年紀橫跨不同世代 加上又是第一線餐飲工作者 團生業者格外小心翼翼 拿出公司體檢資料 是否感染過A肝和最近是否感染 都有明確註記 沒有抗體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用公費的 補助他們去做相關的 一個疫苗的一個施打 只要有疑似這種字眼的話 我們都會請同仁先停工 完全治療好之後 再回到工作檔位上 不只餐飲 經常接觸擾弱婦的醫療照護者 和嬰幼兒保育工作者 就被列入高風險足齊 雖然A肝不會走向肝病的慢性三部曲 引發急性的猛爆性肝炎 機率也只有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一旦發生在本身 就有肝病的患者身上 就可能危及性命 好的 肝細胞就比較少了 那萬一這個時候A肝跑進來 就會引起比較嚴重的肝炎 甚至於後面要放肝 打一劑 六個月以後再打一劑 有抗體的機會可以到百分之九十六 目前一百零六年出生後的幼兒 被列入公費 A肝疫苗的接種對象 目的就是要把疫苗斷層 給銜接起來 只是面臨疫苗斷層的一群 不只A肝 還有就是B型肝炎 B肝轉癌症風險高達四成 但一九八六年我國才對新生兒 全面接種B肝疫苗 也就是現在三十七歲以上的民眾 出現疫苗斷層 而根據臺灣肝病醫療測驚會 網站上公佈的數據 這樣的人數 全臺約有一百七十一萬人 當中有四十萬人不自知 剛好他的病毒活化之後 他又沒有經過治療 那這種病人就有可能 再經過這樣的一個傳播途徑 傳染給他的親近的 密切接觸的這些人 另外包括HPV人類乳涂病毒 女性醫生當中感染機率高達百分之八十 而且無藥可依 2006年臺灣HPV疫苗才上市 目前也只有國一女生才能公費施打 當中的疫苗斷層世代 恐怕也早已過了九到十四歲的 黃金接種期 一旦重複感染 將可能致癌 而雖然並非疫苗都得打好打滿 但高風險族群有必要做好 阻斷病毒的工作 避免讓看不見的病毒有機可乘